正所谓有间必有出,恒大在接连引进上述这几名正值生涯黄金期的年轻球员后,势必要出售阵中的部分老将,毕竟如超财赛名单,最多可以上报31人。 所以在引进多名强员后,针对新赛季球员人数较多的情况,恒大主帅套曼瓦罗,势必要做出一番耻舌。 而根据此前更大主流媒体的消息,恒大将会在2019赛季进行阵容换血,目前战中没有任何非卖品,即便是拿了很多冠军的老公薰也不例外,恒大的原则是,只要价格合适都可以卖。 不过,即便恒大在转会费上没有太高的要求,但尴尬的是,目前这些老将的转会,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。 据广州媒体的透露,由于恒大的这些老将都已经三世好几,且他们的年轻也不丢,所以,恒大要想处理掉,他们是相当困难的。 从现阶段来看,恒大卖调冯萧亭、余汉超、李玄康这三名球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些,因为他们都是大连一帮的影员目标,此外他们三人都还是大连级的球员。 这一点非常符合大连一帮历来的影员传统,最关键的是,只要恒大肯卖,这对于不差钱的王健林来说,这都不是个事。 不过,在这三人中,冯萧亭回归大连一帮的可能性不大,毕竟他在几年前已经落户成为了广州市民。 此外,在上赛季的中超赛场,他在攻破老冬家球员后的一系列争议举动,也引发了广大大连球迷的不满,所以回归家乡校。 立对于冯萧亭来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欢迎订阅明镜